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非常的伤心 等到那时小瑞再出现修护现场 然后再给女主一个大大的拥抱 这样女主肯定会非常的感动 一定受不了小瑞的攻势会和小瑞在一起 小瑞也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没多想就沉迷于这么一出英雄就美的戏码上 那可是说干就干 当天的晚上小瑞就带着英俊哥以及金发姐三人 深夜偷偷地潜入了剧场砸场子 三人分工还很明确 金发姐一通乱摔瓷器 小瑞则负责破坏绞行架 没一会儿三个人就将话剧的表演现场弄得一塌糊涂 但让小瑞没想到的是 这个时候女主突然独自来到了剧场 原来女主害怕演不好角色 想独自来剧场练习 没想到却正巧碰到了小瑞等人 小瑞看到女主来了之后心里有些慌了 害怕女主发现自己的不止行为 急于恢复现场 然而当小瑞转头一看发现 小型架的绳子还缠绕在柱子上 并且架子的旁还多了一个楼梯 小瑞清楚地记得 自己之前分明将绳子取了下来 小瑞肯定不会想到 这只是一个开端 就在这个时候 剧场的灯光忽然熄灭 剧场陷入了黑暗之中 不过这样一来 也解决了小瑞担心女主 发现自己行为的问题 在灯光熄灭后 小瑞拿出手机试图拨打电话 可是发现手机信号被掐断了 电话根本就打不出去 没办法 小瑞女主金发杰和英俊哥 一行四人结伴在黑暗中摸索 没过一会儿 四个人凭借着记忆来到了剧场的大门 可是却发现门被锁上了 这也意味着今天晚上四个人被困在了剧场里 漆黑的剧院莫名锁上的门 都让四个人感觉有些不寒而栗 于是四个人决定在剧场中寻找看看 有没有其他的出口 随后四人借助微弱的月光 走进了一间通讯室里 在通讯室里有一台老旧的电视机 好奇的女主按下了电视机上的按钮 没想到老旧的电视机还能用 而且开始播放二十年前男主角演出身亡的视频 与此同时 小瑞还在电视机旁发现了二十年前剧场演员的合照 在几次对比照片和名字后 小瑞才发现这个人居然是自己素未谋面的老爸 就在这个时候 金发姐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 疯狂的夺过相机 拼命的跑出了通讯室 剧场里是一片的漆黑 殷俊哥怕金发姐遇到什么危险就跟着跑了出去 在寻找的过程中 殷俊哥意外的发现了剧场的通风口 只要大家从通风口爬出去 也就可以离开了 接着殷俊哥把女主和小瑞也叫到了通风口处 小瑞总感觉心神不宁 劝殷俊哥要小心 而殷俊哥却并没有当回事 结果真和小瑞所料 殷俊哥在爬通风口的过程中 被某种不知名的力量推了下来 摔断了腿 而另一边 继续前进的金发姐在黑暗中被人勒住了脖子 好在女主和小瑞及时赶到才救下了她 不过此时心神不宁的金发姐已经被吓破了胆 腿也软得要命 正在这时 恐怖的事情再次发生 剧场的更衣室里传来了手机铃声 在这寂静的深夜中 听着十分的刺耳 随后女主和小瑞决定去更衣室查看 如果是剧场的人手机不小心落下的 或许他们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向外界求救 接着两人来到了更衣室 发现手机铃声是从衣柜中传出来的 可是衣柜却被锁上了 小瑞只能砸坏衣柜的锁 在电话被挂断的最后一刻 接通了电话 这时话筒里传来了魔鬼的声音 我要的是你 我只要你 小瑞被话筒里的声音吓得不敢出声 连忙摔掉了电话哭了起来 被恐惧支配的他 现在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冷静之后 小瑞联想到剧院中发生的一切 似乎都暗示着他们 必须继续演当年的话剧才能离开 于是小瑞和女主两个人来到了舞台上 这时明明已经停电的剧场 突然一束光打在了两个人的身上 两个人按照话剧的剧情来表演 宛如话剧里悲情的情侣 随后小瑞缓缓地走向了绞行架 按照剧情将绳子挂在了脖子上 这时木板落下 小瑞气绝身亡 原来只有小瑞死亡 才能换来女主生存的机会 女主看到死亡的小瑞哭了起来 而舞台下面空无一人的观众席上 突然掌声响起 影片到此结束 本片依然延续了伪纪录片的风格 善于利用摄像机的夜光镜头 暗绿色的画面 隐约的声响 未知的黑暗 让观众紧张和不安 DV真实摄影 很适合拍摄恐怖片 它更让观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感谢您的观众